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中姐 今天我們會出來巡團 那今天我們來到了武器這邊 那這一間呢 大家絕對不陌生 我們來這間 拍過非常多次 是從它開新場之後 我們就來過蠻多次的 但是也不會太頻繁 大概一個月會來一次左右 來到這邊呢 它的東西更新的非常的快 而且整場的台性又不會到太難打 所以我們每次來都打 滿滿的一地 那這次呢我們就來這場 再小玩一下吧 那我們來玩一下這一台 這台的難度我相信就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這個東西是屬於高單價的產品 現在在娃娃機 目前好像沒有什麼標榜的 近期最流行的東西了 但是這一個商品呢 它的價格本身就不低 好像我在網路上也查過 也是要 好像至少六七百七八百塊的東西 所以它的難度絕對不低啦 然後加上它的盒子的大小又特別的大 我在想到底要怎麼過 好像就是捏腰或者是翻 你單純捏頭要過應該難度就會很高了 但是我們就試試看吧 因為這一台的保夾也是頂貼 但是就簡單 我們先 先把它用倒 但是這一台的爪力是真的給很強 也許有機會直接帶著就過去了 喔 你看 它捏在那個 我剛剛捏在最薄處喔 都能動 還可以卡住好了 欸 好問題 我卡看看 這樣子 卡不了 它好像整個要包下去都有問題 但是我這個先想辦法 帶上來一下 應該要夾這一個 跨著壓著 這樣子壓著 然後 把這個硬拱起來 把它抬起來 看能不能 後面一個借位 但是它的東西就只有三個 所以你補位的空間也有限 來 把它拱起來啊 包下去就好 先拱起來 不過還好這一台的那個台性 它的爪力給很強 不然這個東西 應該是很難浮起來 然後現在呢 我們再拖一下這個 剛剛它已經 兩個都已經沒有黏在一起了 但是它沒有倒 但現在這一下應該會倒 來了 就是這個機會 我們不能錯過 然後這個要帶過去 想辦法把它弄過去 這個 這個一定要弄過去 還好 因為它的東西很大 應該過去的 機率很高啦 所以應該是還好 然後再拖著一個 我們把它東西擠好擠滿 這樣子的機會會大一點 這樣脫 它捏極致寶 因為這個我目前為止 也還沒有拿過 到底多重 我們也不知道 差不多了 我先試著直接先抽頭 抽不過 一定抽不過 但是 你至少要把它抽上來 抽上來一點 因為它不夠上來的話 你這樣子 你打也沒辦法打 一定要上來 這樣子 上來一點 還要再捏頭 捏到 別嚇 上來 但是它似乎可以翻 但是它似乎可以翻 要夠正 夠正它應該可以翻 然後那個要再帶 我們至少 要東西要整個把它抵住 像現在 還抵不太住 這個要把它抵住 最好是那個要去那邊 因為不然那個 它會有一個滑的軌道 給它滑 但現在可以先抽這一個 這一個抽上來 這樣子有機會 再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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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位 五位出 哇 沒想到我們這麼順利 這個 這個東西 讚讚讚讚 這個只能夾一個 沒關係 等一下我們還可以再小試一下 因為這台的台戲 因為這個整場 每次我們為什麼會很常來這一間的原因 就是這一整場 爪力真的都很敢給 都給很強 你看這個很重喔 然後 雖然它是音泡 音泡的力道是真的強 然後它又敢開到很強的力道 給大家玩 哇 喇叭 這我在網路上有看到 它寫網紅暴力雄音響 然後它整體的音質怎麼樣 我就沒有試過了 但是我相信應該是不差 我們之前有玩過那個小台的 音質就還不錯 這個大台的應該更厲害 而且這個是 好像蠻多人會去買 蠻多人會來收集的 因為我知道這個型號 好像叫BE吧 還有其他的型號的樣子 好那我們就再小試一下 雖然剩兩個難度真的會大幅的提升 但是我覺得這一台 可以再拼拼看 二手 然後這個樣捏一下 看能不能靠著它 它只要捏薄就好 對啊 它捏薄都 都帶得動 這樣 然後我再左右頓一下 我這個再給它拍一個薄 看能不能抬起來一樣像那個 站起來 哇 別再滑別滑 擋住它 好 哇捏多了 但是還好還可以 過來 過來 別滑 過來 這樣子 這樣子 哇 有沒有一個東西可以借位 好吧 就這樣吧 這一台我們有打一個就好了 因為這個難度 它少了一個難度會 身高非常非常的多 因為 少了一個東西能夠擋 而且加上它這個本身是真的很長一台 好那我們就打一個吧 我們再尋一下下一台 那我們來打一下下一台 現在夏天很快到了 電文牌是必需品 二手 二手 這個爪力真的是 嚇嚇叫 爪力超強耶 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甩這個 對啊 你剛剛是不是想要說這一個 厲害 對啊 甩幅錯了 哇頂到 但是我前面那個抽起來 它是直接 那個如果下去的話 它就拱上來了 二手 後面要不要再拖啊 後面要不要再拖啊 哇 直接來了啦 是捏薄就有了 捏薄就有 但是我這個 我再稍微給它吃一次 這樣子 起來 我們直接來吧 左右就好了 二手 二手 它剛剛噴回去耶 再薄一點 哎呀 哇 無檔耶 二手 極致薄就好 二手 二手 超爽啊 超爽啊 然後我們這邊在 我在想要到底要打上面還是打下面 因為打下面 我覺得這台 這台似乎完全不用什麼打二樓打什麼的 直接來吧 起來 又來了 又來了 二手 滑上來了 那我就 後面這一個 抬起來 到 打到 它會被卡動 對啊 撥一下 你看 它很矮耶 還是我直接抓到後面這個把它撞下來就好了 有看過電文牌卡動嗎 好像還沒有卡過 保夾多少 780 讚了 來壓 好像真的可以卡 但是算了啦 我們當然是直接打出來啦 一次出兩個 我先出掉好了 來 因為它完全有點擋到我打那個的路 然後先這邊 真的怎麼捏怎麼動啊 偷起來 左右 哇 它那個有點卡到了 這邊有點卡到了 我是覺得捏好就出了啦 你看 呵呵 完全 真的是 這邊的這個 這個整場真的很 很屌啊 你在外面要找到像 這一場 爪力都很強 甩幅都很大 然後擋板又很低的 真的是極少數 我覺得 真的是極少數 過 二手 啊 快了 再一次 左右 哇 那現在這個砍 一定得吃下去了 它沒有一個砍 我是不是要再擋一下 來 哇 都平了 哇 大平台 那算了我直接來吧 哇 還是要謹慎一點 不能因為真的太佛 我們就這樣隨便打 二手 再一次 二手 哈哈 怎麼查鬼 哇 這個 OK 來個甩波 這一台非常的輕鬆 夾了三個電文拍 哇 現在夏天到了 蚊蟲也越來越多了 這電文拍應該是家家戶戶必備的產品了啦 好 那這一台我們就很順利夾三個電文拍 我們再尋一下下一台 這一台呢 我印像 之前有打過對不對 好像在鹿港那邊 但是那一台好像比 是不是又比較少啊 那一台比較少 比較少 而且我不相信 而且我不相信 我相信這台爪力絕對比那台強 因為我們打了 這幾台下來 還有這幾次的心得 應該是隨便捏隨便動 是嗎 再一次 可以啦 可以啦 蛤 這樣出了 打眼 之前是不是打得蠻辛苦的 還打臭 還打臭咧 你看 哇 這個再打個一個兩個應該不是問題 只要擋就好了 可以把它捏上去就好啦 你說要捏這一個 對啊 好 二手 哇 噴了 但是沒關係再捏一次 有機會直接上去啦 有了 上 看能不能直接甩上面的啦 上面直接把它捏著拖過去 拖過去它就不會翹這樣了 因為它是因為 它卡在它的屁股那邊的 過 它中間那個透明盒擋回去啦 二手過 來了 完美 再捏一下 怎麼這麼輕鬆 輕鬆到有點不可思議啊 太爽了吧 這真的沒話講 這 這今天是 歐漏才會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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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可以耶 我原本想說要 抽前面那一個了 你捏薄捏上來就好 好像可以它只要捏著 捏著就可以過去了 欸 哇 被卡住 欸 過不去了 我捏一下這一個 二手 捏它咧 捏它也行啊 差不多差不多 就啥 然後再打這個對不對 嗯 它就補位了 來補 補 來了 你看這個狀態 還能不出嗎 你看那是我跟你說的 啊 旁觀者清嘛 當局者迷 旁觀者清啊 我們是執行了 執行了不一樣 所以你要去看局勢 要跟我們講 哈哈哈哈 不然軍中 像有時候軍中 為什麼要有軍官 跟士官的差別 有一個是指揮的 一個是執行的 但是執行的也很重要 指揮的也很重要 所以兩個是互搭的 絕對是絕配 少一方都不行 因為有時候你是正在處理的 你會可能看不到 額外好像還有什麼改善的空間 還有什麼樣的一些 妹妹卡卡 會差很多 來了 來了 過了 下面那個透明盒過了 過了就過了 就撥一下一直撥撥撥就會過了 不要吃到 過 過 非常完美 這一台我們非常順利的出了三個 我還記得上次我們只打了一個 然後打的蠻辛苦的 那這次這三個非常的輕鬆 雖然最後一個有打比較多一點點 但是其實也不多 也是直接很順 因為這台其實 現在的現況還要再打都可以 只是我們就夾三個就好吧 因為還有很多台新的東西 我們可以去玩一下其他的 好那我們去打一下下一台 這個呢 也是我們自己也有需要 因為我們的那個 雨傘太極了 然後這樣打開之後很難收 還要凹一下才收得起來 結果來到這一場 剛好看到台主他更新的商品 又有雨傘 剛剛包屁股外丟耶 我這邊先打亂一下 這邊 但是他本身 因為雨傘台主會這樣子包 不是沒原因的 如果他今天是裸露一根的話 那真的很難打 打不起來 所以他今天包起來用一個透明盒 再一個吸行甲 你才捏得到你才扶得起來 如果他今天裸露的話 那個真的是沒辦法打 不錯啦 真正不錯 吸行甲 中 上面的最好的都先下來 這邊先 打亂掉 你看 光台主已經有用透明盒了喔 還捏到還不太起來 你就知道他多 多中多滑了 我捏一下這一個 你有沒有打算把它逆出來 我們再逆這一個 還是我直接逆 哇 卡住了 對啊 出 勾出來 勾到了齁 哇 勾得很死耶 欸 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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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了 還以為勾住 整個嚇不來了 欸剛剛那隻又藍色的 對啊 那我完成 對啊 原本只打算打藍色的啦 但是我覺得這一台可以再打個 比如說三隻 因為我們剛剛 只有那個 爆力熊拉牙喇叭 爆力熊拉牙喇叭 我們是打一個 然後其他都打三個 這個不妨我們也湊個三個吧 剛好就是一個完美的Happy Ending 有藍色 怎麼可以沒有粉紅色 然後 這個 吸行夾 我直接二收在吸行夾 欸不不不不 這個 看到了 那一個起來之後 他後面那個應該是補在他的屁股後面 先插這一個 這個 起 好了 然後 這一個 這一個能再下來的話 最完美 他再下來的話真的可以隨便弓 粉紅色跟紫色各一隻 嗯 也不錯 勾 有喔 我還以為 就插著要出來 但是我們覺得可以直接弓了 起 來了 捏 我 再捏 你的吸行夾 不會吧 但是我覺得這個反而不擔心 因為他就算勾著 因為他本身重 他捏到你 剛好二收在很準的邊緣 會直接滑掉 我不怕 我不怕這一個 如果是線的話我會怕 這樣子 你看 這樣子 你看 很重 他根本不用怕 完全不用怕 最後一個 來 那個過來藍色下來 我們 這一波就 Happy Ending了 這個先過來 藍色先下來好了 哎呀他那個啦 我知道了 夾這個吸行夾 藍色就下來 然後他又補位 中 扣出來 咻 不管了我直接來 這個這個 這邊的也捏一下 非常完美 然後這個粉紅色的 起 一定要掛到吸行夾 或者扣到 中了 中了 起 來了 這個魚傳是真的不錯 他寫強韌 抗風閃骨 捏一下這個 我是不是可以把那個捏下來啊 好啦 因為我覺得只要捏到吸行夾 他應該會直接飛過來 然後剛好這一個 會讓我們其中一個會很好出 只是現在 他本身真的太重了 沒有捏到吸行夾 是真的很難動 捏吸行夾 來啊 二手 二手 幹嘛 剛剛好非常完美 非常快速 而且非常順利的 又打了三個 好那今天我們就夾這樣子吧 我們先把東西稍微集中一下 然後我們這次來到這一場 夾得又非常非常的順利 而且你看 直接又打了一地 擺起來非常的好看 然後都是一系列的 欸爆力熊的擺件 雨傘啊 電文拍 我們這次的重點的重點呢 就是這一顆 應該是以科為單位 還是說他大到用台呢 這一台 藍牙喇叭 爆力熊藍牙喇叭 因為這台整體是真的非常的大盒 然後他的內裝到底是 長什麼樣子 其實我們沒有開箱過 也沒有打開看過 那就不拆了啦 我們這次呢 因為這一個是我們在市面上 第一次看到的 也是打出來的第一顆 我們就把這一台 直接抽獎送給大家吧 這一台呢 我覺得非常值得抽獎 而且非常值得收藏 感覺非常的好看 好那這一次呢 我們就抽這一台送給大家吧 那這台的抽獎辦法 還在片尾 大家看一下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的朋友 我們再見 拜拜